主料,红枣几个,核桃几个,豆子60克,辅量,水1100毫升,糖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核桃,红枣和黄豆,黄豆加水泡发,泡好的黄豆清洗干净,红枣核桃清洗一下,将食材放入豆浆机内,加水至中间水位线,掉好鸡干, 通电,选择湿豆功能,25分钟后听到滴答一声,豆浆做好了,将豆浆倒入大碗内,加入适量白糖小化,成碗即可,烹饪技巧 一,豆子提前泡发,湿豆没那么损伤豆浆机刀片,而豆子可以炒一下再打豆浆,那样会比较香一点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